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心为丁有心事丁有 这是一个难命 他说他什么时候他的另外一半才会出现 都已经等得快忧郁症了 其实这个八字 很多人就会说快了 为什么 心经在有月有时 对不对 所以说他说这是身强之人 身强之人可以认财官 所以说你看 这个都是他的一个用神运 所以说他应该会很快 各位不是这样子 首先这个八字是一个标准的日主受克 丁火克 有没有看到 这个甲木会来生丁火 更是让日主受克的一个情况 所以在这一种八字里面 其实要如何摆脱日主受克的一个情况 要如何摆脱日主受克的一个情况 才是让这个八字能够怎样 他脱困了以后 他的财运的部分就会跟着起来 所以我们要先知道说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首先他的一个 要如何把丁火灭掉 要如何把丁火灭掉 所以说其实他的这一边 就是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思考的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知道 润水可以 癸水也可以 癸水也可以 所以说其实这两个水都可以帮助日主脱困 他只要灭掉一个丁火就好 这个丁火就去克他 他就脱困了 他只要灭掉一个就行了 所以这一点来讲 这一些都是他的一个用事 再不然来一个庚金 帮忙 或者是来一个心经也可以 但是一般心经来讲 他的危机比较大 所以说我并不太会列入他的一个用事 所以说我一般不太会用心经 所以他的这一个 一个整个八字里面 在这一个运程里面 他就会接下来 他就要碰到 看有没有嫩 或者是癸 对他而言就不错 财运又在 庚金也勉强 可以让他脱困 最起码比较敢去追你朋友 他的地支基本上比较是没有问题的 五位一合一个 克一个酉金而已 他还有另外一个酉金在 所以说他的官运的一个部分还算可以 但是最主要就是在他日主的这一块 虽然他走财运 可是这个财是财来生火 更是去克日主 所以说为什么 因财惹祸的一个现象 所以在这一个运程里面 各位 很多人就说 这是他可以认财 所以说应该 可是各位 你知道这个运已经是2011年了 已经走了五六年以上了 走了五六年以上了 也就是说 他还是一样的这一种情况 而且其实他的压力都算很大 他的压力都算很大 这个不是财钢进来而已 而且他在三个大运 他在三个大运是乙木运 他在三个大运是乙木 也是他的财运 可是一样 还是一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 身强是不是一定可以认财官 不一定 身强不一定可以认财官 而是要看整体排列 八字的一个整体排列的一个现象 才知道 所以好险 在好险来说是 他还有一个薪金来帮他分担 分担 不然他两个丁火在那边 其实是蛮可怕的 他两个丁火来这一边是蛮可怕 各位 可能 也有另外一个 其实他在去年丁火年是有机会的 因为丁火是有机会 但是因为丁火年那个时间 大致上就只有五个月左右 他假如没有把握过去就过去 就很难再出现 这一种八字就是会产生这一种情况 他的追根究底的一个原因是在于他日主被克的一种情况 所以说 而日主被克的一个情况 如何让日主脱困 这才是这个八字的一个重点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